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提到的东西都完全谈到 也因此你也会注意到 当你去读课本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些部分 我没有特别的谈的 那略趣的部分应该是我做过一些判断 认为说对于各位而言 它并不是最最重要的部分 所以可以剔除掉 而且我也发现了这本书 我以前也用过这本书 尤其发现在习题的部分 它放进去了很多很新的东西 但是很不幸的 我觉得放进去的这些新的东西 通常都会比较适合 在高等有机的范畴里面来谈 也因此各位在做这些习题的时候 不是我所勾选的这个题目的话 那你看这个有点难的那种感觉的话 我倒觉得可能它并不是很适合各位的程度的 所以这是我特别做一些说明 所以我挑选一些题目给各位做的话 那将会是比较重要的一些部分 好 这是特别说明一下 好 那这个我们今天要开始看一个新的章节 这是从第十章再跳回到第九章 第九章又回到了所谓的仪器分析的部分 那么我们首先要谈的这个第九章里 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所谓的 所谓的Nuclear Magnetic Resilance Spectroscopy 就是所谓的核磁的共振 共振是什么意思 等我谈下去你就会了解 在这个所谓的核磁共振光谱里面 当我们说有一个共振的时候 它的意义是什么 简称就是所谓的NMR 所谓的Nuclear Magnetic Resilance 中文的翻译叫做核磁共振的光谱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光谱 尤其是对于有机化学而言 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去判断 一个化合物的结构 而且是非常成功的 它如果跟我们上学期最后所谈的 红外线光谱来做一个比较好的话 红外线光谱只能够告诉我们 一个光能剂的存在与否 可是NMR这个仪器这个工具 却可以让我们解出来一个 未知化合物它的结构 那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就使得古典的一些 有机化学的一些分析方法 比如说这个在早期的时候 我们在上学期学过 把一个大的分子切割成一些小的片段 比如说透过双键的切割 变成一些小的一些全类 或者是同类的结构 然后再透过一些化学的反应 制备出来这些 汤积类的化合物的衍生物 这些衍生物通常都是些固体 然后去测它的melting point 马上各位要开始做实验 然后知道melting point 在过去的时候是一个判断 一个化合物的结构里 很重要的一个工具 那么由于原码的出现 它实在太过于powerful 就使得这些过去早期的这些 chemical的一些method 变得不是那么的有用了 也因此慢慢的这些教科书 这一些chemical test 都已经慢慢的就淘汰掉了 所以你如果看说 现在我们所使用的课本 跟早期我在念书的时候 所使用的课本 中间有什么最大的差异 最大的差异就是一些 简单的一些chemical test 普遍都被拿走了 这是AMR所造成的一种革命 那么在这个章节 我也要给大家下一个标题 就是救命的吸引力 OK 好 我们来看看 看到最后我们就知道 什么叫做救命的吸引力 OK 核磁共振你要知道 它的第一个字叫做Nuclears 但是各位不要害怕 我们要谈的核 并不是在谈某些特殊的核种 它的这一个radio activity 我们在谈的是核的另外一个有趣的特质 实际上从物理的实验里面 在很早期的时候就发现了 核是具有角动量的 这我们在上学期谈普通化学的时候 我们谈量子化学 或者是量子物理的时候 我们所了解的核的一个特性 这是从实验上面可以知道的 角动量代表的意思是什么 代表的一定是某个物体 它有一个旋转的现象 那才会有角动量 它如果不会旋转的话 怎么会有角动量 也因此呢 我们科学家反推回来 当这个核它具有一个角动量 它所代表的这个物理意义 一定是代表这个东西是在那边旋转的 所以我必须要强调 并不是我们真正的用某些工具看到了 那个核在那边转 而是从物理现象反推回来 我们建立一个模型 OK 所以 从这样子一个物理现象 它告诉我们 这个核呢 它是一个自旋的物体 而且呢 推论 从这些实验线上推论呢 它 不但在那边自转 而且 它就像一个陀螺一样 大家知道 大家玩过陀螺 小的时候 或许 那么 你知道那个陀螺 它不但有一个自转 而且 它 是对着这个 这个地心的这个 这个引力啊 它会有一个 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旋转 这一个现象 OK 好 所以呢 啊 我们 当然要了解啊 当它会 旋转的时候 它是在正电 一个在正电的东西 它在那边转的时候 就等于说有一个电流会出现 OK 当我们有一个电流的时候 你知道电升磁 就会有一个相对应的磁场出现 也就是说 它有一个所谓的 magnetic moment 有一个实距的存在 那么现在我在右边的这个图 这个红的这一个箭头 就代表它的这个 magnetic moment的这一个向量 所以这个向量是在这边在转的 我刚刚说过 它是像一个陀螺一样 在那边旋转 在那边转的 所以当它这样子在转的时候 如果以我现在画的这个 xyz的坐标而言 它在xy上面的这一个分量 因为它在这边转动 那就会是一直在变化 对不对 好 但是你如果去看 在一个特定角度的一个旋转 而言 它在z轴上面的那一个分量 是不会动 不会改变 前提是 如果它旋转的那个角度 是不会改变的 我所谓的角度就是 它跟那个xy面的那一个夹角 如果是不改变的话 但是你玩那个陀螺 你也知道 随着你力量的大小的改变 但它那个旋转的那个 那个角度是 可以随意偏动的 看你用力量的大小 也就是说 对于一个陀螺而言 它是一种连 它可以是一种 连续性的一种 一种变化 我所谓的连续性 就是说 随你的力量给的多寡 但它偏动的那个角度 是可以是任意的 OK 但是你要知道 我们现在回来看的是一个核 是一个非常微小的东西 大家知道 在这样子的一个微小的 molecular 或者说 在一个nucleus level 所有的这些现象 都变成是量子化的 所谓的量子化的 就是说 它不再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 那一个陀螺 它那个角度 是可以 可以是任意的一个角度 那现在 在一个核里面 它只有某些特定的角度存在 其他的这些角度都不可能存在 也就是说 它在Z轴上面的那一个分量 只有某些特定的数量 是被允许的 它是量子化的一个现象 也因此呢 有相对应的一个所谓的 这个spin quantum number 我们用I 大写的I 来代表 这个spin quantum number 大家知道 它是牵涉到另外一个 对于它所相对应的某一个能态 某一个状态 它的能量 里面的那个阻觉的表示 里面所存在的某一个constant 我们称它为是一个spin quantum number I spin quantum number I 这个数值 OK 所相对应的意义在于说 它 呃 存在有2I 加一个 相对应的所谓的spin state 存在 这个state就是energy的state 今天我们在看的是光谱 对不对 光谱的来源一定是两个energy state 有不同的能量 才会有所谓的吸收或者是放射 OK 所以在这个地方 只要quantant number I不是等于零的话 如果等于零 你2I加1 等于多少就是1嘛 那就只有一个energy state 那就没有什么好讨论 所以这些非零的 当一个核 它具有一个非零的spin quantum number 存在的时候 它就会有不同的这个所谓的spin state 的存在 那我们就可以去看这些不同的energy state 之间的这些变化 好 那么很幸运 对于有机化学家而言 这些有机的分子里面一定会存在的 几乎可以这样讲 几乎是一定存在的 就是proton proton 那么proton 它的i 它的spin quantum number 是二分之一 是二分之一 好 二分之一 代表意义 是 它有二i加一个 energy state OK 所以 在这个地方 你把二分之一 放到那个二i加一 你就会发现 它有两个energy state 所以 它有一个energy state 是具有一个正二分之一的 所谓的magnetic quantum number i是spin quantum number 这是magnetic quantum number 这个magnetic quantum number 才是真正出现在那个 这个state 所相应相对应的那个energy的那一个数学式子里面 会出现的constant 所以 有正二分之一的 跟负二分之一的 两个spin states 我们可以用mi 来 代表 那两个所谓的magnetic quantum number 好 所以它有两个energy states 另外还有proton的同位素 deuterine 它叫做deuterine 虽然有些时候我们会用这个方式 有一个上标二 来代表它核内的核子的这一个数目 但是我们常常会用一个d 来大写的d来代表deuterine deuterine 它的i是等于1的 那2i加1 代表了它有三个spin states 但是因为deuterine 它的含量是很少的 那当我们在看这一个有机分子的时候 就这个bulk的material 所谓的bulk就是这一堆的东西里面 有刀的存在 会是很少量的 所以重点会是放在proton上面 但不论如何 deuterine如果有需要的话 你也及时可以去看 它也是会有一些影响的 那么我刚刚说过 因为deuterine的i等于1 所以它有正1 0跟负1三个spin states 不过这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重点 OK 很不幸的 对于有机化学家而言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是什么 碳 碳最多的是什么 碳12 碳12 i是等于0的 2i加1代表它只有一个spin state的存在 OK 那也因此我们没有这个需要去看 碳12 你问题是什么 i是测出来的吗 i是我们从实验上面所看到的 它只有两个spin state OK 那你可以用一些数学的方式去 去得到它的这个energy OK i是i等于1 i是i等于1的时候 你知道它代表它有三个spin state 你知道那个energy的term 里面 那个energy 每一个state 所相对应的那个energy 是一个数学式子 那个数学式子里面包含了一个constant OK 所以 这两个energy 我们用这个i等于2分之1的那两个energystate 来看来谈的话 你在那个energy 你有两个不同的energy 它们的差异就在于说 它的这一个mi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正2分之1 一个是负2分之1 OK 你回想一下我们前面的谈论 薛丁文的方程式 那你知道它解出来的 那一个很复杂的那个解里面 有很多的一些quantum number的存在 对不对 OK 就非常类似 我们不需要在这个地方 把那个 把那个复杂的那个energy的那个expression 拿出来给各位看 所以它是可以推导出来的 它理文上是这样 不过这个推导都是 我的理解是 它是从实验的现象里面看到的 OK 好 那 Away 我们回到tai-12 OK 这个部分 我只是提供各位一个比较定性的一个理解 好不好 我们不要特别的去强调 所以我不会去特别强调 它是个数学的部分 好不好 我们可以有一些数学 完全就是非常数学的一种 一种方式来处理这一个核的磁性的现象 但是我觉得这不是我们需要的 我们的重点将会是在 有了这一个理解之后 我们如何的去运用 AMR的讯号 来告诉我们 我们这一个未知物的结构是什么 好不好 我们的重点在那个地方 照理我只是去合理化一下 它为什么会有一些讯号 好不好 所以我们刚开始 你看到后面会比较清楚一点 我们现在这些东西的意义在哪 所以对于tai-12而言 是不重要 在AMR上面它不会有讯号存在 那这当然是可以做自己很不幸的事情 不过 那也有一点点幸运的就是说 它的同位数 tai-13 它的这个natural abundance大概就是一个percent 什么叫一个percent 这1percent的意义就是说 你看到100个碳里面会有一个是tai-13 其他99个都是tai-12 所以你要看到tai-13的机会是比较少的 所以可以想象就是说 它的AMR的讯号 如果跟Proton来做一个比较的话 它的讯号在先天的条件上面就会小了100倍 ok 好 它的i也是2分之1 所以它也有正2分之1跟负2分之1的两个state 两个energy states ok 另外一个我觉得对于生命科学的人而言 它也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对于化学的人而言 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有很多的一些有机零化合物在现阶段的这些有机化学里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Foster 31 是它最abundant 最多的这一个零的同位数 就是最主要的一个形式形态存在 那它的i也是2分之1 代表它也可以有AMR的讯号 那对于生命科学的人而言 那这其实还蛮重要的 比如说这个骨头里面这个零的元素是很多的 所以anyway除了盖之外 所以很多很多地方地方都可以看到零的存在 所以这在未来我们谈到MRI的时候 或许它也可以有一些运用 那这个i等2分之1 所以零 Foster 31它有 2分之1 energy states 好 那这个state所相对应的这个energy呢 它如果在没有外界的磁场 我们用B0来代表的话 当外界的磁场为零的时候 我们这两个energy state 是没有办法区别出来它energy的差别的 也就是说它是energy degenerate 但是一旦有外界磁场B0存在的时候 这两个spin state一个是正2分之1 一个是负2分之1 这两个spin state 就会有一些energy的difference 正2分之1的那个能量比较低 而负2分之1的是能量比较高的 这个图像是这样子 就是如果我们的这个B0磁场是在这个方向的话 那么你要想象 那它现在这个 这个红的代表它那个magnetic moment 在这样变化 ok 在这样一个旋转的 有一个所谓的precession的一个frequency 在那个 它在Z轴的向量 那会有一个固定一个数值的 好 那么这个 我们说 你可以看到它在Z轴的向量是朝上 也就是跟我们B0的那个方向是相同的 是parallel 所以我们称它为是一个顺磁的一个状态 而负2分之1的话 它是反过来的 那它的能量 我刚刚说过它是比较高的 也因此呢 你可以给它一个相对应的一个energy 或者一个一道光 你就可以把它从一个正二分之1的state 转换成为负二分之1的state 这就是AMR在看的 的一个东西 好 如果今天我们用这样子的一个energy 对于B0的一个做图 来看 这两个energy state中间的 energy difference delta1 delta1就是这两个spin states mi等于正二分之1的能量比较低 mi等于负二分之1的是比较高的 从这个图上面 你来看到 它能跟这个磁场 就是它们的这个能阶 跟磁场是一个正比的关系的 也因此呢 这个delta1 它跟这个b0当然也就会是一个正比的关系 b0越大 这个energy的difference 就会越大 这个energy的difference 我们刚刚也说过它一定对应于一个特定的一个光它的一个频率 因为 因为energy等于 对于一个光 electromagnetic wave 光的energy等于H 所以 这个energy的difference 这次来看的话 它所对应的就是在无线电波的范围 无线电波那是非常低的一个能量 所以我们在看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energy difference 虽然这个地方我们画的很大的感觉 实际上你去看它真正的数值的话 实际上是很小的数字 数字啊 好 所以在意度的这个spin 二分之一能量比较低 四分之一的能量比较高 尤其是两个spin state 所以你看一些书的时候 它常常会用alpha跟beta来代表 给它这样一个label 所以这个二分之一的我们常常会称它为是alpha state 就叫beta state 只是一个代号 好不好 不要太在意 我只是怕将来你如果看某些书 你看到它用alpha和beta代表 你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 好 好 所以刚刚说过 这个delta-e普遍的它相对应的是在radio frequency的一个频率 但是也注意到 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gamma 这是一个常数 这个常数是一个所谓的nucleus dependent 它是跟核种有关的 不同的核 这个常数会是不一样 这个常数会是不一样 它被称为叫做magnetogyric ratio magnetogyric ratio 这个gamma它是跟核有关的也就是一种特性的常数 比如说我们特别有兴趣的proton跟C13而言 proton的gamma 是比较大的 是比较大的 C13的gamma比较小 proton的gamma大概是C13的gamma的四倍 换言之 也就是说在同一个b0值 比如说这个特定这个位置的b0值 你看到对于proton而言 它有这么大的一个delta-e对不对 如果是同样的一个磁场 你去看碳13的话 这两个spin state的energy difference 就会比较小 会是这个地方的四分之一 也就是说它的这一个response是不一样 而一个我不会特别谈的 一个概念研究是说 信号的强弱 跟这两个energy state的差异是有关的 差异越大 信号会越强 差异越大 信号会越强 所以呢 在先天上那碳13 因为它的gamma只是proton的四分之一 也因此它的信号 在gamma的这个部分 也会使得它比较弱了这个四倍 再加上它的natural abundance 只有百分之一对不对 那先天上也比proton的信号要弱的一百倍 在层上这四倍就是四倍 所以碳13 它是比较难去观察到 你要花比较多的时间 才能够去收集到它的一个讯号 如果你一个proton 你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讯号 你要花一分钟的话 那你同样大小的一个碳13的讯号 你要花多久 就四百分钟 那花的时间可以想象出很大 好 那更确切的给各位一些数值 OK 看到b0值越大 我们刚刚说过delta1会越大 那么确切的数值我们来看 如果是 这个横轴是b0的大小 这个地方用的单位是叫做tesla 一个tesla是一万个高斯 高斯可能各位比较熟悉的这个 一个磁的一个单位 所以就是差不多七个tesla 这么大的一个磁场的话 这两个energy state中间的那个energy difference 不过就是0.120个joule per mole 这个数值实在是非常非常非常小 但是比那个IR还小得太多了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真正在谈的是一个非常小的数值 这个数值它相对应的那个 electromagnetic wave frequency 在radio frequency的范围里面 那如果你今天的磁场是在1.41个tesla的话 那它更小了就变成0.0239个joule per mole 不过不用担心我们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仪器的那个能力 可以看到这么小的一些 energy difference ok 好 所以7.05个tesla 刚刚说过一个tesla 十个四十方的高斯 就是差不多是七万个高斯 它所相对应的那个delta 1 是0.120个joule 那你去套进去 前面我们提到的公式 delta 1.1 h nu 对不对 h是这个 是一个concent 你带进去 你就被求出来 这个频率会是多少 如果是7.05个tesla 对于proton而言 对于proton而言 我在这个地方没有写 他的那个 两个energy state的 energy difference 就会是300个megahertz 300个megahertz mega是这一个 十的六次方 十的六次方 这是mega的意义 所以300个megahertz 是这样子的一个频率 它相对应就是 这一个 我们的无线电波的那一个范围 所以1.41的话 就要 是差不多是 它的五分之一 对吧 也就是差不多是60个megahertz 60megahertz 它是一个正比的关系 60megahertz 所以我早年我在做这个 在念我的博士学位的时候 我所使用的AMR的机器 大概都是60 90 这样子一个大小的 这个磁铁 等到我们 我到了台大以后 我们台大才慢慢开始买到 一开始的时候 买的是200的机器 200个megahertz的机器 台湾才进展到 那个程度 好 OK 这一个部分 我们 所看的是一个 比较早期的 我在念书的时候 我在念PHD的时候 所使用的 仪器 是一种所谓的 Continuous Wave 的 这个仪器 我们常常用CW Continuous Wave CW.MR 那你会说 这个是老的机器 我们为什么要看呢 老的机器它比较简单 你比较能够看到 它是基本的架构的概念 OK 首先它要有一个磁铁 在早期的时候 60Megahertz的机器 或者是100Megahertz的机器 它用的是电磁铁 所以它有一个大的磁铁 提供我们的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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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呢 这个机器 我们等一下会谈 它做 它的做法是 是改变那个磁场 是在改变那个磁场 改变B0的大小 也因此呢 它在这个磁铁的前面 它放了一个线圈 这个线圈你知道通电的时候 它中间会有磁场的变化 所以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利用这一个 这个扫描的这个线圈 来改变 这一个B0值 所以B0是在这个 如果说我们这是X的方向 好不好 另外在Y的方向 垂直这个萤幕 Y的方向上面 你会看到它后面 就有一个又有一个红色的线圈 这个红色的线圈 就是radio frequency的generator 所以从它的正中央 放射出来一个 electromagnetic wave 照射到我们的 这一个sample的tube 这个sample的tube 它大概是15公分长 然后5mm的diameter 5mm很窄 细细的一根tube 细细长长 里面的这个地方 画的那个solution 画的比较多 实际上大家放进去 那就是差不多2.5到3公分 这么多的一个sample的solution ok 所以它的radio frequency 我们常用RF来代表 是在这个垂直的 这一个Y的方向上面 另外在那个sample tube的周围 你看到它绕了一圈 这个线圈 绕了这个线圈 它就可以detect 在这一个Z轴上面的sample 所表现出来的任何磁场的变化 ok 好 所以这是一个所谓的receding coil 是一个接受器 接受器 接受器再放到一个放大器 放出来 接到一个放大器 讯号 做一些处理 然后把它print out出来 ok 所以你注意到 它的这一个磁场 跟它的iradiation 跟你的detection 是三个相互垂直的东西 所以不会相互的干扰的 这是它这个设计的 一个基本的精神 那么 当然 这个我们这个仪器 可以有两种做法 有一种做法是 最popular的做法 就是实际上 它是固定一个 波长的一个照射 这我的iradiation 我给的就是一个固定的energy 做那么大 好 然后呢 我去改变我的磁场 改变磁场 就知道那个两个energy state 是会随着磁场的 呃 变大而变大 对不对 所以磁场变小而变小 对不对 好 那我给的energy是固定 啊 给的energy是固定 然后你去改变磁场 去改变那两个spin state的energy 那就会在某一个特定的一个磁场的时候 会有一个match 你就会看到这一吸收 啊 所以这是一种做法 另外一种做法是 它固定磁场 固定磁场 那每那个proton的 呃 讯号 就会 被固定住 这个时候 你去扫描你 你给的那个energy 你的evadiation radio frequency 你去扫描 啊 你也会 扫到一个 刚刚好的 一个match 那你会看 也会看到讯息 呃 所以 呃 这是比较popular 固定这个频率 然后去扫描这个磁场 啊 你也可以是固定磁场 去扫描频率 这也是为什么 跟我一定 可能会 有点奇怪 我在描述这一个 这个机器的时候 我为什么说 是 300个mhz 或者是 60个mhz 那明明是一个频率的单位啊 对啊 我为什么 我为什么不是用磁场的单位 我为什么不用Tesla 或者是Gauss 我为什么不说 这是一个七个Tesla的 啊 呃 AMR机器呢 啊 那就是因为 我们这个机器 它在设计的时候 它是固定那个 那个 那个射频 那个那个 radio frequency 啊 所以我们说 300 那我们是 是一个proton 他 就是 就是说 那个机器啊 呃 我们是用一个 呃 300mhz的radio frequency 在照射 啊 那是当我们在看 那个 呃 proton的时候 ok 啊 所以 这是这个terminology 它的 代表的意义 这个地方show off一下 就是给各位看一下 我们化学 在我们化学系啊 这个学生都可以去access的 呃 一些机器呢 长什么样子啊 呃 只不过这台机器啊 这个bookert500 它是 属于台纳的位移中心里面的仪器啊 所以各位这种细机都可以 啊 来使用的 ok 呃 呃 AMR的这个柜仪 的这些仪器 其实它是 它是放在化学系的 因为化学系的使用量是最为频繁啊 呃 呃 各位看到的这个 就是 它最主要的部分啊 啊 它是一个 呃 一个 其实 其实真正的那一个 呃 呃 呃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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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那个 啊 那 我是从来没看到那个 那个 那个磁 有多大 但是 呃 我要告诉各位 这个 是一种比较现 现代的这个AMR 啊 因为它的这个磁啊 磁场是要非常高的啊 200 我们现在最高的可以到到800 啊 听说 呃 这个 现在都已经到了这个 1000多了 呃 呃 那个磁场是很大的啊 就已经没有办法用电磁体 啊 来来做了啊 呃 因为那个 呃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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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耗 很大的电 然后放出很大的热 啊 那是没有办法这样做 也因此呢 实际上这种仪器 它的磁场是用一个超导的线圈 你知道超导的线圈 那里面因为没有电阻啊 所以它它是基本上永远在那个地方 然而 现阶段的技术 这种超导的材料 只有在非常非常低的温度才会是一个超导体 也因此呢 那一个磁铁它是被泡在一个液态氦的温度之下 那是非常低的一个温度 但是 液态氦是很贵的东西啊 这不是在 在这个啊 这个地球上呢 它 它不是很多的一种元素啊 也因此为了减少我们氦气的使用 它在外面还有一层液态氮的存在啊 所以液态氮又包在这个液态氦的外面 使得我们液态氦的挥发 不会那么的跨 OK 这是为什么这个 这个probe 这个整个东西啊 这么大 因为它外面有 有两层的这个Door Door的这个这个屏啊 好 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个东西这么高大啊 所以实际上你知道我们的这个 操作员黄守林小姐啊 他必须要站到这个台子上 才能够把那一个to 从那个这个上方放进去耶 OK 好 比较小的机器以后 这个不会那么高大 呃 这是我们 这是它这个机器的机柜 你把这两个盖子打开来 你就会看到这些 呃 Radio Wave Generator啊 啊 它的Detector出来的讯号 放大器等等啊 讯号的一些处理啊 然后讯 这讯号 传到这个工作站 实际上有两个工作站 这是一个对内 这是对外 啊 所以现在都可以直接 啊 上到这个surfer上面去把你的那个 做 就说他帮你测完了 那你就可以把那个 啊 图谱啊 收回去了 OK 啊 这个 呃 黄守林小姐 呃 只给各位看到他美丽的背面啊 他正在这个地方处理他的那个光谱啊 后面我们看到的一些光谱 我都是特别请他 来画的 OK 好 所以我要特别感谢他啊 所以这是这是BOOK500MHz 这是 呃 我们化学器在 两年多前 花了将近一亿 啊 将近一亿所买的 呃 800个MHz的这个AMR的机器 在台湾 除了在台大 呃 现在放在化学系 啊 这也是贵仪中心的 呃 的这个仪器 那呃 中研院化学所有一台 呃 深医所有一台 啊 那清大还没有 所以清大很 很感冒啊 所以他们现在 正在很积极的去去弄钱 想要买一个 比800还要 还要高的 呃 这个磁场的这个AMR 啊 我刚说过 呃 你知道磁场越高啊 那两个energy state 都会分的越开 那我刚说过 那个 那个energy difference 越大的话 那个炫耗就会越强 啊 啊 那你看到这台机器啊 这台机器啊 这台机器 你光看这个 看这个架子 他已经做成是一个 一个一个 楼梯一样的啊 一个人站 站在这 我如果站在这里的话 我的头大还会在这里 OK 所以你这个必须要走到这个上面 才能够把那个 那个tube啊 放进去 啊 所以他已经大到这种程度 OK 好 那呃 这是给各位 稍微看 看到说 哦 这个机器是是什么样子 那你看到这个地方有个机器啊 那就是把它挥发出来的 汇气 回收回来 啊 再继续的使用啊 减少对于啊 汇气的那个使用 OK好 回到这个啊 理论上面 我们来看啊 我们谈一下这个所谓的residence 为什么我们叫做Nuclear Magnetic Residence 其实residence 代表意思就是一个吸收啊 吸收 好 那今天啊 我们吃上在Z轴 在这个地方 他有一个这个正Mg的一个一个Z轴上向量啊 这是特定一个啊 alpha state在那个地方 你从这个方向上面 我说垂直的方向上面 你给他一个radio rf radio frequency 的一个energy irradiate 它 它吸收了 它就会 提升到另外一个 minus one half的 啊 energy state 啊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你把这个radio frequency energy 关掉 然后去观察在Z轴上面向量的变化 你会发现 诶 它会慢慢的relax 我们用relax的名称啊 回到这个plus one half的spin state 在这个relaxation的过程里面 就会放出来electromagnetic wave OK 但实际上我们可能是观察是在 它的词的那个变化啊 你会在why that 在这个 呃 实际上是在在这个 诶 我这个东西可能写错了 实际上是观察 这 呃 好 OK 我应该没写错啊 B0如果在Z的话 那我们实际上是从Y轴上去看它的那个relaxation 那反正是在 呃 它放放射光的时候 它是从 呃 这个 各个方向去放射 所以你去观察它Y上面那边的话 是OK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所谓的relaxation 好 到目前为止 你会 说OK Emma so what 对不对 你说它可以detect到proton 那又怎么样 你有哪一个有机的化物它没有 没有proton存在 如果Emma只能够看了这样 那它只能够给那些物理学家去管了 对话就是没有意义 OK 所以真正 对于化学家而言它精彩的地方在于说 有所谓的shielding effect 什么叫shielding effect就是遮蔽效应 在这个地方 我在英文上 我们也写的就是说我们要谈的是什么遮蔽效应 是电子的遮蔽效应 我们不要不能忘记核的外面不是空的 核的外面是有电子的电子是带负电 也因此呢 当我们在外界在譬如说Z轴上面有一个B0的一个磁场存在的时候 实际上核外的那一对电子那一对电子通常都是pair起来的 对不对 那我们说过我们在普化说过这一对电子当它是pair的时候 它其实会相对应于外界的给的磁场有一个所谓的反磁场存在 我们叫它叫反磁场是因为它所induce出来的这一个很小的 这一个磁场我们用Bprong来代表 它的方向会是跟B0刚好相反的 所以它是被induce出来 就是由于这个electron的motion 所以你的想象也是说 它也是绕着那个核外面在那边转的 好 那它产生了这个反磁场的Bprong 因为它跟B0是相反的 所以它就会把B0抵消掉 我们的核在中央这个红色 它是被包在电子的里面 所以这个核它会感觉到有一个B0的磁场吗 No它感觉到的是这个B0跟Bprong的这两个向量的核 它不会感觉到B0 所以这一个核的这个效果 就好像遮蔽住了这个核的感觉 所以我们称它为是一种shielding的Effect 好 所以核的感觉会是一个这两个向量的一个核 就是B0去减了Bprong 那么很幸运的呢 因为结构的不同 就会导致到核外面的那个电子云的密度 因为这个结构不同而有所变化 也因此呢 不同的位置的那一个Proton的核 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它的Splitting的Energy State Splitting就不会是一模一样的 那就可以看到差别 有看到差别 我们就可以据此来判断它的结构 好 密度不同 核外的电子密度不同 shielding的大小也就会不一样 就可以做区别 好不好 这是很重要的概念 所以它对化学家而言它变得非常重要 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架构两个名称 一个叫做Up-Field 一个叫Down-Field 我们再回说一下 刚刚所谈到的Instrumentation 它的做法是固定一个Evadiation 对不对 我的 我给的Energy就这么大 然后我去改变B0 然后让这个 这两个Energy State去改变 然后去Fit 我的这个 这个Energy 当我Fit 到时候我们就说 有一个Resonance 也就是说有一个Absorption OK 好 那么这个 所以刚刚说过 当这个是固定的时候 那你的Proton会在一个特定的一个B0值 会产生一个共振 但是必须要是它的真正的感受 我们说过核外有遮力效应 电子的遮力效应 它并没有 如果是空的 那所有Proton都会在那个B0 就是那个300MHz 对不对 所相对应的那个磁场 会产生一个Resonance 会产生一个Resonance 但是因为大家都不一样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些差别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Sweep in the Coil 一个扫描的线圈 在那地方去改变 我们的这个磁场的大小 然后去Fit 好 如果今天Sweep in the Coil 如果今天Shielding越大 代表这个BProton就会越大 对不对 被遮蔽掉就会越多 那你怎么办 你要让它有那个Resonance的话 你就必须要让 你就要补上去 对不对 补到让它感觉到有一个B 真正的B0的大小 也就等于说你要给的那个 我要补上去的那个磁场 必须要再高到 能够抵消到那个BProton 好 也因此呢 你这个讯号 Shielding越强 你给的这个磁场就会越高 对不对 这个High Field 实际上 我们用一个Up 来代表 OK 所以Up跟High 代表意义是一样 OK 好 那反对的 Shielding如果越小 折壁消息如果越小 那河的感受被抵消掉就越少了 好 那他就会不需要补上那么多 就会在比较 Low Field的位置出现 Low Field 我们也称它为是一个所谓的Down Field 好不好 OK 好 那我们下课休息一下 我们等一下 OK 好 做点说明 我在这个学期一开始我就说过 你看你在学习一些东西的时候 你要 你要 会抓到重点 好 我在谈AMR的时候 我会提供一些理论的依据 去合理化 为什么会有一个AMR的讯号存在 我认为你不需要太去计较 因为你 你不是一个专门在研 你不是一个未来要去研究AMR理论的人 OK 对于各位而言 我认为 你只要能够接受说 好 OK 这是一个核的一个特质 核的一个特性的一个词 词的一个特质 好 能够了解到这样的一现象 就OK 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后面我们要谈到的 它如何的利用这些同的这些Spring State 之间的一些转换 所能够告诉我们的这些分子结构的资讯 这才是重点 好不好 所以我刚刚没有特别写出来 因为我也不太记得 每一个Spring State 它所相对应的那个Energy的 那个数学的表示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 在那个数学的表示里面 它就会有一个 Magnetic quantum number存在 然后 这个Magnetic quantum number 它后面还要再层上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数学的表示 这表示法里面包括了 那个B0值 包括了那个Gamma 或者说跟那个 这个核的重量 跟它的Charge 这些跟这些东西有关的 这些复杂的一个SHIFT 我不认为我给你一个市值 你又能够得到什么 因为我认为重点是在于说 你如果关心说这个 这个Magnetic quantum number是什么 我就告诉你就是在这些数值 数值里面它存在的一个特性的一个Constant 跟非量子化的这些体系来比较 那它是不会有这种东西的 它是连续的 它可以是任何的数值 但是你知道量子化的意义就是说 它就存在有一些特殊的一些量子数 那其数是一些Constant的存在 所以这个MI对于Proton而言 它可以去转RNG 可以去FullRNG 所以相对应就是有这两个 不同的Energy State 这就是我们要看的 我认为 其实只要了解到这个程度就好 那你唯一需要记得的就是说 你知道Proton是RNG 它的IHRNG 这个你还需要 我想你一辈子大 不会忘掉 对不对 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去记得 OK 那再回到就是说 这个整个AMR架构 你知道 我也要帮助各位了解 这是为什么我把一个比较clasical的 那个AMR的仪器 这个图 给各位看一下 了解它基本的整个架构是什么 OK 所以你知道 它是 在Radial Frequency的部分 它是固定一个NU值 固定一个NU值 如果是300MHz的机器 它这个NU值就是300MHz 60的话就是60 800的话就是800 就是固定的Reviation 在那个特定的轴向上面 那现在 因为你知道 一个分子 等一下我们就去谈 你知道 这种氢跟这种氢 你知道 它核外的那个电子 的密度是不一样的 电子对于核有遮蔽的效应 有Shielding effect 就会使得这一个Proton 它感受到的 并不是那一个大磁铁 大家看到那个CW的机器 对不对 它有一大磁铁在那里 OK 但是 你不同的这个Proton 因为它结构不同 造成不同 这不同的Proton 它的感受 并不是B0 实际上是B0 减掉Btom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两种Proton 它就会有不同的 这一个 相对的吸收 比如说 一个是这么大 一个只有这么大 好 因为它感觉到 可能比较小 好 所以你的 做法是 你在一个大磁铁的前面 你有一个扫描线圈 好 所以你开始改变 那个 你通过去的电流 你就 那你 你的那个 你给的磁场 就会是一个B0 加上一个 你给的那个磁场 外加磁场 好 然后你是由小到大 当你有小到大 叫到大的时候 你知道这个Energy State 就会开始改变 对不对 说你从小到大 越来越大 啪 刚好match 你就看到resonance 所有resonance 就是吸收 好 那另外这个呢 也是如此啊 它现在已经这么大了 所以它不要太多 哎 就match到 然后继续的变大 这个变大 就超出去了 就脱离了 但是这个慢慢有match 所以就 在扫的时候 那不同的 不同的那个proton 就会match到 另外一个match到 就轮流轮流的被你看到 基本的概念就是如此 所以你如果 要磁场 拉的越大 才会有吸收的话 代表这个讯号 是出现在比较高的磁场 比较高的磁场 high feel 我们称它为up feel 在比较低的磁场 就可以看到 我们家叫做low feel 或者叫做down feel 这所谓的up跟down 它其实只是一个high load 另外一个 一个名词而已 好 那在不同的这一个 spectroscopy里面 它都有一些特殊的意思 所谓的jargon 一些特殊用语 那你只是必须要稍微熟悉一下 因为我们在 做一些描述的时候 常常就会用up feel down feel 来说明 好 那现在给各位看 一个真正的 比较真实一点的读谱 这虽然这还原来是我用手画 就是我用电脑画出来的 好 所以 在一个fixed frequency 在固定的一个频率 的这种状态之下 你不同结构的这些化合物 它的protein 我现在特别挑的都是 看特定的一些讯号 比如说这个aldehyde 拳 拳的这个钦 出现在这个位置 这是本环的这个上面的钦 出现在这个地方 这是双肩上面的 这是一个甲唇的这个位置 OK 虽然这个也有另外一个 这个我们不特别看 这是丙同的甲基 这是以往的那六个轻 这是一个系 上面有四个甲基 你可以看到 因为他们的结构不一样 他们的amr上面的讯号 会出现在不同的位置 它的resonance 会出现在不同的位置 resonance这个字 不要太计较 它只是吸收的另外一个意义而已 好 对于这个图谱而言 在右边的 就是所谓的haetil 也就是up deal 就是它画出来就是这样 这就是你看到一张图谱的时候 这个你知道 它的固定的做法是如此 所以你不会 你不会看到反过来说up deal在左边 当然你也可以这样做 但是这就是说 你看到一张图谱的时候 它的意义其实就是这样 它high deal都是放在右边 down deal都放在左边 所以这是up 这是dump 这是对于fixed frequency 然后你的这一个 这个磁场是这样子 实际上我们旧式的那个CW的机器的时候 它从右边扫过来的 这是从高high deal的 把它缩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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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缩到右边 早期我用那种60MHz的时候 是从右边扫到左边 这一个扫描 要花多久 五分钟 晚上一两点在那边画黑马 你这个一按下去 你等一下就睡着 然后等到他卡一声 我就突然醒了 五分钟 花很长的时间 现在那是 大概一两分钟你就画吧 OK 好 但是现在的机器是如此 好 这个就是给各位看 这个图谱大概是长什么样子 好 但是 它所相对应的意义 up deal跟down deal 所代表的意义 就是说 这些出现在high deal的 这些讯号 代表的意思是说 它周围的那个遮蔽效应 是比较大的 所以那个核感 觉得到没那么 那么 那么多的那个beating 所以你就必须要 把一个那个磁 磁场加高一点 加高一点才能够 真正让它有个reson 所以代表的 这个up deal这一边 代表的就是 比较高的shielding 比较这个down deal 是low shielding 当然你可以 做另外一种机器 它是固定 你的beating 你不去扫描 你没有那个扫描线 但是你去改变那个radio frequency 你也可以这样做 所以呢 如果是固定magnetic field的话 这边是会是 比较低的frequency 因为它的shielding 是比较高的 它感受到的磁场 没那么大 它就会比较小 这个时候你相对应的 那个frequency 当然就会 比较小 所以 在固定magnetic field 这个地方high field 其实相对应 是比较低的频率 down field 它相对应是比较高的frequency 不过 这个部分 是不要太去计较的 我不觉得它是很重要 因为机器实际上不是这样做 好不好 好 这只是稍微 提一下而已 好 任何一个机器 或者任何一个光谱 它都会有一个相对应的单位 那现在我们AMR用的是什么样的单位 它用的单位概念 是一个所谓的化学位移 我们称它为chemical shift的一个概念 好 什么叫做chemical shift 那实际上 实际上 机器 就是说我们在做AMR的时候 我们做法实际上是挑一个reference的一个讯号 以某一种特定的讯号为一个基准 定它为0 以它为基准 然后拿其他讯号来跟它比较 看它们中间的这个差别是多少 这是为什么我们称它叫做chemical shift 为什么称它叫化学位移的原因 这是因为我们是在量度这个差别 这个difference 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讯号 跟你的reference讯号中间的那个频率的差别 这是为什么我们称它为chemical shift 我们的标准是什么 我们再拉回 刚刚我给各位那张图谱来看 你注意到在这张图谱的最upfield的地方 有一个四甲基系 叫做tetra-methyl-silene 锡是silicon 它后面用了一个ane的结尾 所以我们在中文的翻译叫做四甲基细丸 就是好像是丸类化合物一样 好 但是要是碳系者其实是碳系列的 我们称它为细丸类的化合物 好 我们常用tetra-methyl-silene 就是tms来代表这一个结构 好 我们的reference就是它 那么为什么特别用tms来做reference 这是因为silicon的电幅度 它的electro-negativity是比碳小很多的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一个table 给你真正的数值 我们常常说silicon is more electropositive 它跟碳结合的时候 电子因为电幅度的差别 电子会比较偏到carbon上面 carbon上面又有hydrogen 所以当carbon的电子云的密度比较高的时候 相对的当然也就会影响到 它上面所接的那些氢周围的 电子云的密度 万言之 这一些氢 这个tms上面的氢周围的电子云的密度 是比普遍的这些有机化合物的那些proton要来的高的 也就是说tms上面的那些氢 它的实用定义在 它的遮蔽效应是特别的高的 也因此它会出现在特别高厂的位置 特别的up deal 任何这么unique 这么特性的 就是在那么边界 当然就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标准 这是为什么我们把tms当成一个标准 因为很少有讯号会再比它还高厂 好 所以我们设定它为0 所以我们刚刚再repeat一下 电子 因为silicon的电子度比碳小很多 所以电子就会偏向甲基 就会使得甲基上面的氢和周围的那个电子的密度高 造成的那个threading effect高 也就会使得那种proton 它会出现在比较high field 实际上很少有其他的这些 你看这种各种各样结构的东西 都不会超过它 很少会比它还要再高的 所以就变成很好的一个标准 那么我们普遍 这个图谱大概是涵盖大概这样子一个范围 我们等一下再来解释这个delta的意义 就是它的单位 这是一个特定的化合物 二绿一 12-dichlorofan 这四个氢都是一模一样的 它会出现在特定的这个位置 它跟tms会有一个 蛮大的一个差距 不会太异万 因为氢是拉电子的 所以这个电子这样一拉 所以这种形态的清 周围的那个电子源密度会比较低 所以它会出现在相对于tms比较低厂 这是合理的 好 那我们刚刚说chemical shift 那我们当然就是要去报导说 那它跟tms这个delta的nute是多少 但现在就出现一个问题 你知道光光在我们开大化学系 我们就有七八台的光 七八台的nmr 刚刚那500是贵宜中心的 我们还有一些我们学生都可以去用 像助教曹一炳他做他的研究的时候 他有常常去自行去做操作 那500是比较高的比较昂贵的机器 而且是对全校服务的 那这个是有特殊的一些操作员 特定的操作员来做 那实际上这个学生都可以去access不同的机器 那我们有200的我们有300的 我们有400的机器 那你在不同的机器上面 因为它的那个磁场大小不一样 那这下就不是糟糕了吗 同一个化合物 却因为你知道这个nm是跟你的磁场大小 是成一个正比的关系 所以相对应的那个差距 那个delta nm当然也是一个正比的关系 意思就是说 你在200上面看到的delta nm 跟300上面看到的delta nm 都会不一样的 你在300上面看到的是比较大 200上面看到的比较小 那这不是糟糕吗 好 我们希望一个图谱 我们文献里面报告出来的时候 它就是那么大 每个人测 同一个化合物测出来 就是那一个单位 好 所以在单位上面必须要 要有一些特殊的做法 这是我们刚刚在口头上做的说明 你如果用这个delta nm的绝对数据 做单位的话 这就惨 你不同的B0 你就会有不同的delta nm 对不对 那这不符合我们的需求 但是因为我们刚刚也说过 你的B0值是跟你的这个new0 也就是这个地方 我们所看到这个new 就是我们固定的那个radio frequency 当然也会跟这个 这两个讯号中间的这个delta new 也是从一个这笔的关系 好 那既然如此呢 在AMR上面 它就定义了一个 特定的一个chemical shift的单位 叫做delta 这个delta的定义是什么 它是拿这个delta new去除上这个固定的new0值 去看相对的一个变化 那这样子的话 因为你现在看的是一个比例 那就不会因为你是用200的还是300的还是500的还是800的而有所改变 那个比例都永远是固定的 因为它们是什么正比的关系 你这一除的话 就变成是一个固定的数值了 对于一个特定的proton来说 它就等于是一个常数 好 所以 这是你所看到的shift 就是这个delta new 是用hz做单位的 那你的frequency 也是用hz做单位 你这一除 你知道实际上这个delta是没有单位 它只是一个percentage 但是 因为你知道这个new0是什么样的数值 这个new0是megahertz 我们再看 megahertz 而实际上你的这个delta new 它的变化只是在一个很小 对于那个百万hz 而言它是很小的数值 ok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用一个叫做ppm 我们不是用百分之几的变化 我们是用百万分之几的一个变化 来看 ok 所以是用ppm的单位 这个m代表million ok 我们用实际的一个数值给各位看 就是说 如果今天啊 你是三百个megahertz的变化 你的一个delta new 的变化 可能只有三百个hz 我说过 那个delta new其实很小 那我结构上的那种影响是很小 那这个三百 你去除上三百个megahertz 你这个million就在这里 对不对 所以你的ppm呢 ok 这个m就在这里 所以这个就是三百 除上三百 实际上就是一个 就是百万百万分之一 这是ppm的意义 ok 要了解这个意思了 所以实际上一个ppm 反过来讲 在一个三百megahertz的机器上面 它不过就是三百个hz 所以呢 如果 你的用的机器是两百的话 你一个ppm 这里是多少 就是两百 就是这样子的意义 所以你回到这个地方来看 他现在用delta来表达的时候 这个讯号会出现在三点七三 意思也就是说 如果你是用绝对数值来看的话 它是两百的机器 那你的delta news是多少 所以我们刚刚说过 两百的机器 一个ppm是多少 是两百hz 它的百万 就是两百megahertz的百万分之一 就是两百 好吗 200个百万hz的百万分之一 就是两百 那就是一个ppm 好 所以对于一个200的机器 一个ppm是200hz 那从这里到这里是多少 就是3.73乘200 但是 如果你现在换成300的机器 你从这里到这里 它的差距是 用绝对值来看了 那是300hz 所以在300的机器上面 虽然仍然是3.73ppm 可是去看delta news的那个绝对数值 是300去乘上3.73 OK 将近是1000个hz 这是这个ppm的意义在这里 所以呢 如果今天 同样一个讯号 你换成200megahertz 你一个ppm就变成200hz 我刚刚说过 这是百万 对不对 所以它的百万分之一就是200 OK 这个数学是 应该是蛮单纯的 好 所以 同一个讯号 同一个1ppm 1ppm的一个 difference 去看它的这一个绝对数值的话 是不一样的 但是一旦是除上去的话 你看的是比例 比例变化是固定 那这就很好了 大家在谈 不同的结构中 所给的这些特性讯号 都会在同一个位置 那就可以大家做比对 很好 那 proton的讯号 它通常出现 就差不多在10个ppm里面 也就是说呢 你如果是300个机器 你一个ppm是300 也就是说实际上 它涵盖就是3000个hertz 如果相对应于300个megahertz 你知道 其实那个difference 非常非常微小 但是我们的机器 是可以看到差别 好 这是我们对于讯号用的单位 所做的一个说明 ok 它用只是一个百分比 或者万分比的一个变化 那现在 我们就要来开始看看 这一些讯号 给我们的一些什么样的资讯 首先 对于讯号 我们要了解的就是说 不同 我们如果因为结构不同 我们有不同的氢 有一些氢 是相同的氢 equivalent hydrogens 那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区别它周遭的环境 就是它们具有相同的chemical environment ok 那么如果它具有这一组氢 它们都具有相同的chemical environment 的话 那我们就会说它是一个one set 这是一组equivalent hydrogens 它就会相对应于一个特定的megahertz 讯号 比如说下面这四个化合物 你看这个丙酮 这里total有六个氢 因为单界是可以旋转 on the average 平均来看 你没有办法区别这六个氢 从化学的反应来看的话 任何一个氢被取代 被比如说氢取代 你都不能够告诉人家说 是哪一个特定的氢被取代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种方法来判断 说这两个氢 是不是可以区别 是不是在AMR上呢 是equivalent 这是刚刚我们所看到的 二氢 以往化合物 虽然有四个氢 但是你可以看到每一个氢 周遭的那个环境 环境都是一模一样 所以它有四个equivalent 这几个cyclopanthane 有total十个氢 你能够区别那十个氢的差别吗 没有办法 它们具有相同的化学环境 这种形态化物 total三四十二个氢 但是你看 结果是非常对称的 你没有办法去区别这十二个氢 谁是谁 所以这些都是一个set 个别的有它特性的一个吸收 那当然 这不会是一个经常碰到的case 实际上你看到的这些化图 它的结构是复杂的 那当它具有两个或者是多组的 这些equivalent hydrogen的时候 当然就会有不同的AMR讯号 每一个set ok 好 比如说下面这四个化合 我们来看最左边的这个化合 total四个氢 各位来判断一下它有几组 认为只有一组的人举手 认为是两组的人举手 认为三组的 四组的 ok 所以大家看得很清楚 它只有两组 这个很明显跟这三个不一样 这三个个别是一个set 你没有办法区别 所以它有两个讯号 对不对 total有二四六八八个氢 它有几组讯号 作为一组的人举手 两组的 三组的 四组的 答案是 这四个是没有办法区别的 它们都在它的旁边 这四个也是没有办法区别的 嗯 它造成的影响是 就是这个 跟这里 对不对 这个地方的CH2 跟这个地方的CH2 离它的距离是不一样 对不对 是有影响啊 所以就会造成这两个 跟它距离越远的 你可以预期说 感受到的拉力越少 会出现在比较downtive 对不对 所以只有两组 给大家看清楚 换句说 我刚刚就说过 你如果有困难的话 你去尝试的做取代 你这地方你取代其中的一个氢 变成一个绿 你能够区别这四个氢 谁被取代吗 对啊 你没有办法 那就代表它是一个equival OK 这四个 你取代任何一个氢 你知道是谁被取代 没有办法区别 所以它只有两组 这个话 三四五五个氢 对不对 它有几组呢 只有这两组 答案出来 这个有 更为是一组的 举手 没有 两组的 三组的 四组的 OK 大家很聪明 可以看得出来 这两个氢是很明显的可以区别 但这上面的三个氢 你取代谁都 都没有办法 那这种氢跟这两个氢 当然是不一样 OK 所以这是三个 这一个 给各位一点点时间判断 一组的 两组的 三组的 三组的 三组的赢了 OK 这个地方的 Hydrogen OK 跟 这里的 还有 这里的 这三组 你说这里还有金 这个金跟它 这是对称的 所以这里跟这里是没办法聚业的 这里跟这里没办法聚业 这是环 上面下面 一翻一面就一样 OK 所以是三组 OK 三个讯号 所以 现在 那个在 第三个的话我那边 DH3边 它不会旋转 对它会旋转 所以就会造成它差别 如果固定的话 那当然会有差别 那这样的话 不是应该变得三组的 因为你刚刚说 那个三个氢没有办法分出它差别 对啊 但是我会旋转的话 它跟绿的 旋转你看啊 你是不是转很快 OK 这样 你如果固定 固定 你知道 你知道任何一个机器 它有它的time scale OK 因为那是跟它的 它看的频率有关 这要回到你的 那个 那个 那个不准度原理 OK 所以 任何机器 因为它用的frequency不一样 它能够看到的那个 那个time scale不一样 对于NMR 它那个single bound的rotation 是没有办法让它判断出差别 OK 所以 你看到只能够是一个平均出来之前 OK 所以我有一点没有 特别谈到就是 那个AMR 那个机器 你回到那个机器 它那个tube是在那里转 那跟这个不一样 因为tube在转 因为我 讲到转了就想到 我忘了特别谈 它为了 它转的原因是因为 它要让每一个 在那个solution里面 每一个位置 感受到的那一个磁场 都是 都是一样 不然的话 那个解析度会变差 你是在不同的位置 你感觉不一样 这是如果固定 这有点点late 对吧 所以你把那个tube这样 转得很快的时候 大家就变成一样 所以这个地方也是这样 你转得很快的时候 你其实在AMR上面看了 它就变成一模一样的东西 但你这个 你这个第一 你这个不能转 第二 你这个棒子 再怎么样转 你不会影响到这相对的关系 对吧 所以 看起来好像很好 不过 事情并没有那么美丽 因为呢 很多时候 炫耗会重叠 尤其是这些 一些玩类的画物 它们都出现在很狭窄的区域 所以炫耗会重叠 就变得有点复杂 OK 所以这个时候 高磁场就很重要 高磁场 它就会把这些讯号拉开 因为从绝对的那个数值来看的话 你知道 delta new 你磁场越大 那个delta new 其实是越远 越大的 所以你磁场越高 真的越开 可以看得越清楚 这是一个解决之道 好 所以 讯号出现的位置 是特定的 是特性的 OK 这是第一点 我们可以得到的资讯 你可以看到有多少不同的 新的存在 第二 我们从讯号里面 我们还可以得到另外一个资讯 就是讯号的强度 是跟你的那个轻的 所相对应的那些轻的多寡有关的 一个讯号 画出来的时候 它那个讯号下面有个面积 所以 讯号的强度 我们可以用那个讯号下面的面积 来 比较它的多少 所以 它是跟 这一个 每一个set里面有多少个轻有关 那种轻越多 讯号就会越强 比如说现在这个画头 是一个isobutane 这些isobutane 它有几种轻 两种 对不对 会在不同的吸收 所以我们从它的chemical shift 我们知道 它有两种不同的轻 然后呢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extra的information 这个information 就是这个讯号相对应的那个 那个面积 或者说讯号的强度 这一个set total有九个轻 这一个tertiary 只有一个 所以你会发现 没错它有两个讯号 而且 讯号的强弱比例是 9比1 好 这个化合物是isobutane 是C4H10 C4H10 C4H10有好几个isobutane 比如说 它可以是 这样这个化合物 我们下面我们会谈到质谱 对不对 从质谱上面我可以得到这A 这个化合物的质量 那会跟这个化合物一模一样 OK 所以如果今天是一个问题 我说 我们今天有一个化合物 OK 那么 它有两组讯号 符不符合 符不符合 认为符合的人举手 对不对 如果我只告诉你说两组讯号 那我就说这也有两组讯号 对不对 但是如果今天 我还可以进一步去看比例的话 那两组讯号 现在在这里 它的比例会是多少 3比2 对不对 3比2 绝对会跟现在 这个isobutane不一样 光光这样子的资讯 你就已经可以开始区别了 这两话 对不对 这是一个结构 结构上的差别 我已经开始区别 虽然前提上 我要稍微知道 它的分子量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 一个 一个 可能是一个 一个problem set 我可以问你的一个问题 对不对 好 所以你不能不承认 这个讯号的这个强物 这是很重要的资讯 好 这是另外一个化物 它有一组 两组 三组 四组 讯号 所以你要看到四个讯号 而且这四个讯号的比例是 6 比1 比2 3 或者是6 比3 比2 比1 OK 所以 能够符合这两个现象 就会非常好的证据 说 这个结构没错 但是我跟你讲 这是理想 事实是你用比较低磁场 这个B0比较小的那种机器 说实在这些都是很接近的讯号 好 你这个讯号重叠 你真的 这只是讲讲而已 啊 除非说你在那个800的机器上 你可能把它拉开来 好 你在那个200的机器上 这更不可能 可以看得这么好的 这个 这个 may be ok 这个差距会比较大 好 所以这是个蛮有趣的一个 一个information 对 好 那机器是如何的显示 这一个面积呢 他用一个东西 我们称他叫做积分 可能因为他用一些讯学的方式来做 integration integration 就是机器这些specometer 他用这个electronics的方法去积 这个讯号下面的面积 然后就记录下来 他就会给你一个资讯 所以相对的那些讯号强弱是多少 这是一张我要感谢我们化学系 实际上属于贵宜中心的王守平小姐 王守平小姐 他最近帮我测的一张光谱 这张光谱相对应的是这一化合物 叫做ethyl acetate 我希望各位可以看到 et oac et代表这个乙基 这是乙酸乙脂 这个常常用的一个容器 这个学生做研究的 常常用这个做容器 没有把他赶掉的话 可以看很清楚 他这个讯号是长这个样子 ok 这个所以他et 然后o o是代表这个氧 ac 代表这个ac o ac ok 这以后各位就会熟悉 这个et oac的代号 好 他是500个mhz 各位看到了 500mhz的机器 就是有 有张照片给各位看到了 好 这个画面你来判断一下 你看 他有三组abc 这三组不同的讯号 对不对 你可以看到这张动物商概率 三组很强 顺耗在这里 好 那么这个 呃 这个地方积分 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有一个 这样子一个 红色的 你可能看就是很清楚 我有一个放大的一个图 可以给我看一下 这个这里你可能可以看到 比较清楚一点 看到没有 啊 这就是他这个积分 这个机器表现的方式 是这样子 我自己画的话 我会希望把这个 拉出来一点点 不过 呃 现在学生啦 你看社区黄首林 他都喜欢从这个地方 直接拉到这个地方来 ok 好 所以这一个东西就是 机器所表现出来的 那个integration 是多大 早期的话 这很重要 因为早期的时候 我在做学生的时候 要去量这个高度 啊 从这里到这里 这个高度 你可以看到这三个高度 你去量 啊 实际上我不需要真正去量 因为他那个 那个那个 以前古早的这些光谱 它是一个格子指 啊 所以我算那个格子 我就可以看出来 他相对的那个 那个比例 怎么样 为什么只有量一半 可以上面一样 量一半 什么意思 就是那个量 那个红线只有到底下 有量 上面突出来的地方可以 呃 哪个突出来 2.0那个东西 2.0对啊 这个从这里到这里啊 上面不是要有线 哦没有 他从这个地方 就是从这一个 这一个PPM 积到这个位置 他是从这里 积到这里 这是因为发达图 上面cut掉的 大家知道意思吗 这全图是 全图在这个地方 他高度到这里 所以他从这里 积到这里 就是从这里到这里 的积出来 从从从从他的头到他的尾 下那个整体的那个面积 你知道我意思吗 这回答你问题吗 懂意思吧 哈 他他这个积分是说 比如说这个从 呃 我们来看 回到这个地方来看 他从这个地方 积到这个地方 啊 就从这个地方走过来 走到这边的时候 下面的所有面积之后 啊 相对应也是这样 好吧 OK 啊 所以这个高度 从这里到这里的高度 所对应的就是 这个整个讯号下面的面积 啊 啊 或许这这关于看 你或许你觉得 你看不是很清楚 我意思就是说 你这样子一个讯号 啊 那个机器是这样 机器是这样画的 所以从这里积到这里 这个 知道意思吗 如果 如果现在是从这里到这里 的话就代表 他是从这里积到这个地方 啊 所以这个 因为这边是平的嘛 啊 比较无所谓 不会积到什么 下面没什么面积 啊 所以这就是这整个 啊 整个的那个面积 我有时候根本就把那个 呃 对于某些其他的一器 没有这种机器的能力 我把它剪下来 我可以用那个 拿那个影音式 把那个图放大 啊 剪下来放到我的天秤上一凉 对那个重量 都一样 OK 哦 这叫图法练装 不是不可以的 OK 好 因为那个你的面积 是正底于你的重量 对 你假设那个材料是很均匀 你会说 好 好 所以这个这个这个概念是如此 好 哎 好 这是个积分 但是你知道 现在这个是什么年代 是20 2012年了 对 哦 我念书的时候 1980年代初期 OK 你看 G7都帮你把那个积分记录在下面 而且黄首林他设定了 这个数值是2 OK 他把这个积分设定在2 你就看到这边是吧 2.98就是3嘛 这边2.99是3嘛 所以你听说这2 2比3比3啊 哦 再回来看这张图 OK 你知道是这个结构 你马上就知道 这是2啊 所以这一定是谁 这一定是B啊 对 你不需要知道太多的知识 你就知道是 你光从那个讯号抢弱 你就知道 那一定是那个CH2 对吧 而且大概2比3比3 就是符合这个结构 哦 只是说你现阶段 你可能没有办法区别CH3 这个 这个CH3 跟这个CH3 哦 可能一些厉害的同学搞不好 就可以知道说 哎 为什么A在这里 啊 为什么B C在这里 OK 好 当然你可以看到这个讯号 长得不太一样 这是等下我们会谈的事情 那么 你可以看到在上面 他还会告诉你 这每一个出现在哪里 啊 比如说这个 A 讯号出现 出现1.9789 啊 所以就把1.9789 抄上去吗 哎 我以前说过 你要看看你要了解 机器的解析度在哪里 实际上 你只要报到小视点 后面第二位就可以 因为到第二位已经很不准了 好不好 啊 你报到3位4位去代表 没有用你的脑袋 你就是copy 你就是把这个 把这个机器上面 报给你的数字 抄上来而已 啊 这个机器用电脑啊 你要用你的人脑做判断 好 但是你一定会觉得奇怪 哎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讯号 他有pick出来啊 是7.24左右 同时你注意到 哎 老师你不是说 我们要用TMS做标准 不是在零啊 这张你没有TMS 那是因为现在啊 人都变懒了 OK 大家啊 因为这个高磁场的机器 都是很稳定的机器 它那个 那个讯号不太会偏动 所以现在啊 大家都用这个讯号来做基准 OK 反正没差 这个讯号是谁呢 你要注意到 溶剂是什么 溶剂是CDCL3 C刀 D是刀对不对 它相对应的是CHCL3 我可以用CHCL3吗 不可以 因为CHCL3 会有一个轻的讯号 对不对 那会是 你用它做溶剂 那是最多的东西 你会好大好大的一个讯号 OK 现在都是用这个Digital的方式 来处理这些讯号的 那就会把你的那个 那个 那个你的那些Digit 都被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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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匹克都给填满了 你其他讯号变得很小 OK 所以 做法是我们要去用CDCL3 但是我们买的CDCL3 不是百分之百的低 看你有多少钱 你很 你是这个很有钱的教授 你用的99.9%的 像我这种没有钱的教授 用98%的 同样还是可以做 对不对 OK 比较便宜 那么 TMS有点麻烦 OK 你还要再加进去 讨厌 而且一一不小心 因为他有 四三一十二十二的青 你加了不好 就像好大一根讯号 很讨厌 而且学生很懒你知道 不是我要骂你们 有很多学生很懒 不愿意做这个事情 不现在反正大家也OK了 那你即使你用99.9% 你里面也有0.1%的青 来自于那个CHCL3 那个渲滑会出现在7.24% 好 我们现在都用他做一个标准 这是一种 一种妥协 老板也只好这样接受 好 所以这是一个放大度 我们刚刚已经谈过了 只是这样看了一个积分线 或许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我给你的那个同影片 你或许还可以把它放大 还可以看清楚一下 那个积分线做的 OK 所以你也可以用这些高度来做比例 是一模一样的事情 好 chemical的shift 它出现的位置很明显是跟 它周遭的环境有关的 对不对 所以呢 很明显的这些取代机的电付度 就会对讯号有所影响 我们现在来看 这一个特定的假机的讯号 当它上面有一个不特定的X存在的时候 很凶 所以X可以去浮 可以去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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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秀点 或者是一个 这样接下来说 或者是一个silicon 相对应的这些X的电付度 你可以看浮是很高 4.0 我们刚刚说Sircon 1.8 OK 炭的话是2.1 所以这中间有一个差别 那我们是用TMS做标准0 对不对 那它因为是电子都偏到这个假机 修定很高 都出现了非常upfill 我们电它为0 其他都是比较downfill OK 那你可以看到 当它是一个幅度的时候 它拉拉拉拉拉到哪里去 拉到4.26 非常downfill OK 一样 次之 3.5左右 这是一个 你应该记得的是这个特定的H 这个特定的H 但是这个地方有H 顺好 那你可以看到绿秀点 的确 随着它的电付度 一直下来 OK 不然我们只能谈到这个地方 我们下次再重新一表 来重新开始 我们下回 3.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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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